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莱养花 今天来到Canadian Tire,看到这里的玫瑰花都已经开始打折了,而且花开的正美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品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面前的这一盆粉色的玫瑰花,这款玫瑰花它的开花量还是挺大的 这是Knockout家族的一个品种,官方宣称它的花色是粉色泡泡糖的颜色 这个花的花形还是挺美的,虽然花瓣不是很多,但是花形看起来还算饱满 而且它的开花量也很大,它会从每年春季开始持续不断的开花,一直到霜冬日来临 这个品种叫Pink Double Knockout,植株的高度和宽度都会到达4英尺 它的优点是比较耐热,适合种在Zone 5到Zone 11的地区 这个品种原价是$36.99,现在特价$25.99,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系列也都是这个价位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花色非常美的珊瑚粉色玫瑰花,它叫Coral Knockout 这个品种还是比较优秀的,它在2018年和2021年在美国获得过各种不同的园艺奖项 这个品种不但花色柔和,而且它的花形也比较饱满,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持续不断的大量开花 这个花褪色之后也是非常美的,看起来和牡丹还有几分相似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朵花,花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它的花形看起来却依然的精致 虽然花色已经推得很淡了,但是看起来还是很美 这个花真的是从长花苞开始一直美到它花期结束,每一个阶段都非常的吸引人 这个品种的高度和宽度大约都会在4英尺左右,它比较适合Zone 5到Zone 11的地区 在一片粉色的玫瑰花中间突然出现几朵大红色的玫瑰花,就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这个大红色的玫瑰花它有丝绒质感的花瓣 它在整个夏季也是持续不断的大量开花 这个红玫瑰叫Double Knuckle,植株的高度和宽度大约都会在4英尺左右 这个品种也是比较适合种在Zone 5到Zone 11的地区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叫Champagne Wishes 这个品种在花朵初开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种非常美的香槟色 炎热的夏季看到这样的花色,总是不由的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这个花在花期前半段的花色是香槟色混合着淡淡的杏粉色 到了开花后期,花瓣会逐渐褪色,几乎就会褪为纯白色了 这个品种的开花量也是很大的,通常会在一根枝条的顶端长出十几个花苞 这个品种不但花色美,而且它也比较耐寒 它在Zone 4的地区也可以安全过冬 但是它的缺点是不耐酷热,它比较适合种在Zone 4到Zone 7的地区 栽种的时候一定要给它选一个全日照的位置 像这种开花量大的品种,在全日照的环境中才可以表现出最佳的开花量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淡紫色的玫瑰花,它的开花量也是很大的 这个玫瑰花是Rise up,Lilax days 它比较适合在Zone 4到Zone 9的地区栽种 这个花在比较耐寒的品种里面也算是比较少见的淡紫色 它算是一款迷你的爬藤玫瑰,但是由于它株形紧凑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灌木玫瑰来种植,具体取决于你日常如何修剪 这个花的花形和花色在较耐寒的品种里面还算是比较优秀的 但是如果日常养护光照不充足的话,它的花形通常会偏小 花色呈现出来的也是一种淡粉色,而不是淡紫色 这个品种的植株高度会在1米5到2米4之间 Pro Windows的这些玫瑰花原价是$26.99,现在是$19.99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淡粉色的玫瑰花,它是一个半虫瓣的品种 这个品种也是比较耐寒的,它比较适合在Zone 4到Zone 9的地区栽种 它的花形和花色还是比较特别的,它的花瓣比较圆厚实,给人一种憨憨可爱的感觉 这个花整体看起来是淡粉色的,但是在它亮黄色的花蕊周边围绕着一圈非常美的胭脂红 使得它整个花形看起来也显得比较特别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几个品种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开花量较大 大多都有一个成醋开花的特性 这个品种的植株高度大约会在60到90厘米之间 是一个非常适合盆栽的品种 但是无论是盆栽或者地栽,一定要全日照的环境 差点忘记介绍花名了,这个花的名字是Rungo Double Pink 我们在加拿大种玫瑰花,千万不要迷信什么耐阴的品种 耐阴只是说它在光照不充足的情况下,照样可以正常开花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有足够大的开花量,或者足够好的一个开花效果 由于加拿大气候特殊,绝大多数地区春夏时间较短 所以阳光充足是养好玫瑰花的一个必备条件 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如果有漏掉什么比较重要的信息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都会尽快回复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用,请帮忙点赞 非常感谢大家对莎莱养花的支持